欸 吉普好嚴重 昨天癲症完之後臉變超級大 他體溫很低耶 吉普 要不要拿東西給他裝 他有已經很乖頭 對啊 為什麼吉普變這樣呢? 底下肌肉吉普慢慢惡化的過程 最早起因是吉普因為尿道阻塞 便便尿尿都出不來 去麻醉做手術之後 沒想到癲症次數變得更加頻繁 一天癲幾次 之前都大概有幾月一次 但是上次尿道堵塞之後 變比較嚴重 然後大概幾天 一天癲一次 第三天 然後這兩天 為什麼有一天又癲症兩次 很奇怪 就要經濟檢查日 因為抽血 根本知道投影波 看多人健康 今天那個藥效果沒有很好 所以要換另外一種藥 根指數有在吃另外一個藥 所以有點高 本來想要靠更強的藥 去止住吉普的癲症 但沒想到換藥之後 卻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不過吉普看完診回來之後 我們還沒有發現有什麼藥狀 他很開心大小便三處的吉普 可以順利便便啦 哇 吉普 尿尿耶 好棒喔 你看 我們大家都很在這裡 幹什麼啦 吉普不要去弄 吉普喔 吉普智商又會刷新他的小孩 Oh my God 吉普 你在做什麼 吉普在撥貓沙吧 居然他大便的地方太遠了 我真的看似不在喔 但是他就在住在旁邊 換完藥的當天晚上 我們開始發現藥狀 最近腳比較軟 腳比較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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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軟 其他的貓都很正常 好像我們家很滑一樣 沒有 沒力 這樣真的沒事嗎 他就是剛吃藥 他以為我們家這個木地板多好 又不是磁磚滑還是怎樣 吉普都要人家帶他去 欸 吉普好嚴重喔 想要翻頭而已就往後面 藥在過渡期 只會好一點 他是狀況惡化嗎 他現在在飯店會怎麼養 吃兩種養 不過後地桶應該就會停掉 吉普很可憐 我猶豫醉的感覺 我吃了飯的養餅 換藥四天後 換藥四天後 他沒事嗎 他沒事 他沒事 他往下腰會吃 哎呀 不要看喔 我真的看過太多了 沒有沒有 那大家有沒有這樣 沒有好像沒有 比較快 對 就結束了 你沒有的 他好像都會這樣 一寫完就變這樣 吉普要幹嘛去吃飯 你抱他 他出 你摸上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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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摸上腸 你摸上腸 他媽媽要摸上腸 你摸上腸 你摸上腸 他媽媽要摸上腸 你摸上腸 在吉普吃完飯之後 我們發現吉普有臉出現抑狀 他在臉這邊 好痛喔 怎麼了 吉普臉是中槍 好痛喔 上腸口 你來近一點看看 这种是重的 有啦 我们已经是重的 凌晨简直在看吉普 吉普 还好吗 你眼睛还好吗 吉普这边摸起来真的比较粗 这边就比较好 当晚第二次来看 吉普你知道床上睡觉了 怎么看他那么可怜啊 决定明天一早带吉普看医生 隔天早上 吉普你被打 你脸怎么那么肿啊 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 出发看兽医 吉普的脸肿得跟面归一样 想要赶快带大家去看一下医生 可能是故意怀疑啦 但是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是海鲜罐头 嗯 煎鱼虾仁罐头 看完秀医 吉普回来了 说他是过敏啊 他其实不是过敏 他前面一直猜说他是过敏 但现在答案是什么 其实你看他剃了毛之后 我发现这边是紫色瘀青的 这边这个红红是抽取一些 里面的液体 对对对 来看一下说是什么状况 晚点秀医师会打电话来说明检查结果 啊 这边耳朵怎样 他耳朵可能也是瘀血 那样的 但是我记得这之前就有看到了 然后现在医师有三个推断 一个推断他可能是撞断了骨头 一个可能是他的凝血功能可能出现异常 所以才会一个撞击之后 然后肿的这么大一包 然后第三个可能是肿瘤 但是肿瘤的可能性是最小 因为他目前的年纪不算太大 我们就先去照了X光 然后确定之后发现说骨头其实没有断了 然后接下来是凝血功能测了两个数据 但是其实这几个点都不是最要紧的 他今天去的时候他又掉了200克 不是哦 他现在正4.6 然后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很需要灌尸 然后他现在有点轻微脱水的状况 他其实昨天发作之后 看他都一直都呆在床上 他都没有现在来吃东西 真的耶 他以前就是马上会说一次东西 对啊 他都哭了 有点光泛的那一看 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状态 就是他脑部的状态 因为今天去的时候有一个意识 他其实是从他小的时候看到他这么大 但是他说他现在的意识状态很不好 他其实可能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可能有点像是 狮子 类似 但他不是狮子 说他可能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刚刚这次现在不建议他在做任何的麻醉 那麻醉他可能状况又越来越差 就算照的时候骨头是有断的 他们也不建议说要麻醉做任何的存质 甚至 就是还有说要考虑一个可能性就是 也许 也许安乐 真的假的 对 因为除了脸肿之外 急不耐症人连吃饭都不知道要吃 水也不知道要喝 导致身体大脱水 因此结果有好一阵子 都靠我们每天灌食四次才撑下来的 因为他很容易跌倒 拧血功能异常的话 他可能就撞到 然后血就拧不住嘛 然后就是可能会失血过多贫血 会有生命危险等等的这种情况发生 他就是现在只有肉体 但是他已经没有灵魂了 我自己看我爸那时候中风之后 会有一种他在那边 然后他看着你 但是他根本不在这个空间 他可能意思会被锁在某个地方 就是原来就是像植物人的那种状态 他是说假设说他的生活品质变得这么糟糕的话 安乐是一条路 现在就是反正多做一些努力吧 先不要轻言放弃 对啊对啊我想说尽量能够做多少 我要做多少 真的 因为其实最希望是说他可以正常吃喝 没有正常的吃喝 导致说他的体痛一直在掉 诶不论 你把他走出来了 你有包装怎么拟了 他这个封盖要两小时之后才可以擦 不知道要走去哪里 学校在下面就让他吃那里面很短 而且他的毛又一直脱脱一些皮靴出来 看一下 他的皮肤状况变得差 就觉得他已经有比之前再好一点 再好一点 有一段时间是更差 你怎么那么矮要进去人 还在停车 只有他可以进去了 停车 那他弟弟盘了他可以进去 你现在讲重要事情 你在那边搞戏 对啊 我们关心一下吉普 好歹还是你哥 好大哥 确认吉普现阶段意识状态 吉普现在叫得来吗 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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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普过来 吉普迈着满山的步伐向我们走过来 吉普的意识虽然偶尔不在这个空间里面 但是我感觉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 我觉得他认得你的原因是因为每天晚上他还是在外面等你进去房间 对啊 我觉得他找你这个东西应该还是很真实的 他还是很知道你是他的主意 收医师告知检查报告结果 接到医师打来的电话 证实他血小板的素项确实是变得很少 所以他的拧血功能就出现问题 导致说他可能轻轻撞一下或什么 然后又会往一大包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有换药 现在有一个推断 就是那个之前那个药有一个极少极少出现的副作用 可能会有跟血小板相关的一些影响 所以目前我们是打算把那个药再调整回去原本那个脑袋 然后再加重脊梁 因为其实原本那个药有点压不住他的电线 医师有说他这个东西越发作可能越来越严重 妈妈会哭吗 会不会是因为肿起来 就可能压到内线 对啊 看起来很难过 结果应该很不好受 你应该也很不好受 嗯 你应该也咧 睡了一小时偷偷 事情太多了 他现在连要趴下去什么都很困难 你不要放他 你放他一下 我已经确定他是想坐下的 应该是 他是很缓慢 很缓慢很缓慢 加油鸡鱼你可以的 拜托多陪我们几年 吃饭喝水上厕所这些会就好 嗯 结果吐了 对 你不要拿东西给他装 对他会 哎呀 你不要拿东西给他装 那是药吧 他有个胶囊的皮在里面 鸡鱼的状态好差哦 他体温很低欸 体温吗 真的他体温很低欸 他体温很低欸 鸡鱼 真的很凉欸 他手脚有冰哦 对啊 他还行吗 快快哭了欸 对啊 快快哭了 体温太低了 现在怎么办 那边是热的 现在有的没错 去冰 怎么办呢 这下锅底属 然后还要吃 吃饭 吃饭 我要吃饭 把些东西喂它吃好了 好 都吃饭 看怎么样 鸡骨现在很危险了 鸡骨最恐怖的是 它不能做什么治疗 我要温暖他的脚脚 有關 牠已經快揮頭 對啊 牠原都沒有這樣子 對啊 牠體溫超低 欸真的耶 我摸我天貓咪都是熱的 這種貓真的不是很好耶 對不對 威瑞 摸媽媽的一隻種種的 誰哥哥喔 我說媽媽跟哥哥 你沒哭 因為吉普狀況很差 我覺得阿姨把尾巴就變了 真的喔? 還可以還可以 他還沒吃東西 他還沒吃東西 他還不想吃 他不會自己吃 反正只要能做的就盡量做的 大家一起加油 真的 下輩子要當熱的嗎? 可以當我 如果他暈的話 我指 我上來看吉普 他是很嫩 但是他有肥栽的破步 所以應該可以睡得很好 吉普晚安 吉普的狀況本來極度危險 但在他停止吃新癲癇藥之後 出現了曙光 更新吉普最新狀況 今天晚上吃完飯之後 再來摸摸他的腳定位 加油 活下去了 看這邊還有雨血 真的 對啊 希望吉普的那個白鼓球 把它恢復在上面 希望吉普的行銷板 趕快恢復在上面 他其實昨天半夜 嘴巴有血 可能是因為腫起來 然後去游到或是什麼 因為就是出現大概10分鐘 然後怎麼樣 那還好 我覺得他在開一瓶血吧 那他真的有一點瓶血 又過了一天 有耶 消腫了耶 他的腳長比較熱了 吉普成功活下來 吉普你的臉真的消下來 變回以前的俊俏 塞 你在搶鏡頭 我猜你要多關心一點吉普好嗎 我猜是我在停留他 晚上吉普繼續吃舊的癲癇藥 雖然劑量加重 但眼神恢復從前的光彩 那麼健康嗎 就像一個寶寶一樣 關心一下 可以 到神經專科看診 好 今天要去看另外一家醫院 這次是神經專科的 是的 之前那個醫師其實也有看過吉普的狀況 他覺得今天吉普的狀況 有點跟他做的一些神經版音量 目前呢 當務自己就去寫小版的問題先處理一下 然後有看到他臉下也有比較消腫一點 有喔 摸起來還是硬硬的 但是已經比之前總的米婦一樣好多了 原本以為穩定了 但隔了四天又有狀況 鼻子可能會卡東西吧 等一下去看醫生 他真的太有衛生病了 好像吐了都自己吸進去了 來 噴嚏打出來 打出來 哈啾來 吉普真的是常造謀 哈啾來 啾來 不是打哈啫 啾來一個 我看一下他鼻子有沒有卡東西 前面有幫他清一下那個 嗯 吉普真的是時不時就有狀況 嗯 希望吉普可以趕緊好起來 因為擔心吉普突然離開我們 所以吉普睡覺的時候 我們會忍不住一句看他的狀況 姿勢怎麼那麼強硬 看起來跟中風一樣 你看他們只在睡覺裡嗎 那說人家中風 吉普有 到底是多累 有啊 手彎曲的嗎 這沒問題 清醒 有意啊 然後現在呢 功夫報仇 用吹吉普 吉普的現況報告 回想吉普最嚴重的時候 你又抱一次少一次對不對 對啊 真的那時候其實 我自己也沒有信心說 他可能吃了這個 就會那麼好 但我就希望說 他其實肚子餓了 可能做什麼做什麼嘛 然後真的 什麼都不一定做的話 那再說嘛 全部都是什麼 在吉普看醫生的 這是檢查報告 這很辛苦的 你幾乎每個禮拜都跑進去嗎 一開始是一個禮拜一次 現在大概是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一次 你看他根藍紅不拉雞 紅的啊 藍的都是有問題 你看那邊一堆紅字 其實一直在一個 跑藥看 然後吃藥 然後再抽血 各種檢查 你看他腳上那個毛 那就是他長出來又被剃掉 長出來又被剃掉再抽血 其實他都沒有長出來 他兔子的肉也是長不出來 對啊 其實這已經很久了耶 肚子這一塊毛已經剃了可能快一年了吧 然後醫生說什麼 醫生說 欸這個毛誰剃的 他說啊不是我們上次一年前來這邊說剃 沒有長出來喔 可能身體的能量都不一定拿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毛都長不出來 我覺得他現在不是還是每個月都有癟癇 他每個月都有癟癇就是啊 因為原本癟癇情況就是 每天吃三次藥 他還是會一個月大概固執發脫一次到兩次 那現在吃也還是那個藥 因為那個藥可能他能夠控制他癟癇的狀況 其實最多都是刀這麼多 所以現在吃那個藥 依然是每個月會癟癇一到兩次 每一次的癟癇的情況其實都有可能會損傷他的腦部 所以理論上來說 有可能癟癇一次 他的狀況就會再更差一點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辦法控制 因為我們已經 用我們能夠所能夠控制的東西來控制他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换药 但是换药之后 可能就导致它又会出现其他问题 像邪教班那种问题 我们原本就吃了一种电穴药 现在被人换吃三种药 抗生素一天一次 肺固醇一天两次 这两个都是电穴药一天三次 然后后面还有几乎它吃药的时间 雨虎你好辛苦喔 而且它其实完全不在乎 你就可能没什么感觉吧 一度又回来到全部都是正常状况 当它开始到正常状况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试着去调降它的药量和剂量 因为吃那么多药 对身体还是会有负担 然后再去观察说它调降这个 Yay 它调降这个 Yay 吃个饭都会掉下来 吓到 希望我们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跑来掉在这里 没了 那这半年来 现在最近 医生说它的状况是什么 我到目前还不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快会结束 我觉得可能再持续个半年一年都有可能 它至少现在可以自己吃饭 然后自己上厕所 光这两点就很感人 棒 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说 是不是看这医生看这么久 到底花了多少钱 每个月大概就看两次到三次 这是这三个月的数据 对象三千四 四千二 四千八 四千 五千五 六千四 一万零一百 它有手术嘛 还有住院 那尿尿塞座也是一次就是七八千七八千 光尿尿塞座就开了三次了 每次倒尿手术都会点醒 对啊 然后它其实现在的状况 它已经不适合再去做任何的麻醉 麻醉它都不知道醒不醒过来 那它之前其实可以安然度过真的是太好了 但现在状况越来越差 我们就不要冒任何风险 为了肌脯 或是该花财 我们不是有保险吗 是我们保险是国财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想说 吉普它是一个 可能随时会出现状况 然后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我们随时去任何一家医院 都可以 没死 没死 吃一个东西跟快死人一样 不用去指定医院医疗 就可以获得保险理赔的重用钱 很像火车之前有一次也是 突然就肠胃不舒服 然后开始捂啊 拉肚子吃不下 有时候动物的状况就很快就 不要跑 吉普也是马 现在吉普看起来非常有精神 真是太好了 虽然他现在还是有轻微贫血 跟麻醉风险过大无法手术等问题 但我们会尽力照顾到最好的 我这肠胃不舒服 也有用到宠物保险 所以大家如果有宠物险的需求的话 可以考虑本集干爹国泰陈贤 特别推荐线上投保 我们也感谢国泰陈贤赞助播出 那让吉普的话我们就是 从小线上投保 谁才遇到状况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吉普去年的医疗费已经超过3万 那今年算一算 已经超过10万 对 他说没有 5万吗 那投保的话 其实是随便你的信用卡 到国泰陈贤的官网 选择上方的宠物险 线上试算 填入你的资料 然后选择黄色按钮 试算保险 下滑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保险方案 接着呢 按下立即投保 就完成投保了 所以我们都是选择进阶方案 吉普已经投保了3年了 从他一岁的时候 投到现在已经4岁了 出3次了 活到第2年了 今年是他去的第2年 他会是现在目前也加入投保了 刚讲完投保 一切来讲一下理赔的部分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申请理赔的小配方 像如果遇到手术 或是住院情况的话 我们都要记得去跟医院 申请诊断证明 还有费用收据的明细 然后都要盖章 然后呢 像我们的那个检查报告 也都会留着 准备这三样东西的话 你的理赔申请步骤 大概就已经完成一半啦 然后就是线上下载一个申请书 宠物登记证明 申请表填一填 东西收一收 就可以把它寄出去 申请你回来 宠物这种东西 你无法去预料他什么时候会生病 就算他没有病 通他也不会跟你讲 所以大家如果从未闲需求的话 欢迎到国泰陈险的官网投保 你去选择符合你家毛孩的方案 我走 你不要在那边 我走 几乎下班 几乎下班 发生激烈冲突 火车站起来了 我身材是谁啊 穿衣实测 对 他不开心了 对 他不开心说发出这个声音 欸 看嘛 早几乎下班 几乎是被迁怒的